時間過得很快對不對 228三天連續假期 馬上今天是收假日最後一天的假期了 高溫局就預估了 國道交通量是平日的1.3倍喔 其中北上的交流交通量呢 可能會達到平日的1.4倍 國道5號將會從上午10點呢 就出現了北返車潮 下午2點到晚上9點 北上高乘載時段 更會出現車多擁塞的情況 恐怕會一路回堵到深夜高乘載管制結束 大概晚上10點才會逐步的疏解 蘇花路郎的部分呢 公路總局預估中午11點開始 會湧現北返車潮 整天將會有13000輛次的北返車潮 228連假第二天 各地湧現出油潮 國道一早就止暴 國三中頭到霧峰路段 時速只有17公里 國一內力到中立時速也僅18公里 車子全部卡在馬路上 高速公路瞬間變成大型停車場 國務水碎下午更是塞道暴 南向和北向都是一路紅 時速只有35公里左右 造成水碎車流回堵2公里 高公職日估廉假最後一天 大魔王的國五宜蘭 平林還是會從早塞到晚 有機會狂渡11個小時 國五的部分呢 在宜蘭到平林 則從上午9點開始 就會有車多用色的狀況 並預計將持續到夜間的8點 28號易塞車地雷路段曝光 其中國一西羅浦岩南屯厚里 國三主三中心草屯物峰 大山香山及國六就正物峰 會從下午塞到晚上六七點 國一苗栗虎口國三關西大溪 國十人屋左營會塞到晚上8點 超級大魔王國五宜蘭 培林早上9點一路塞到晚上8點 明日北返的民眾 南部地區請利用上午9時以前出發 中部地區則可以利用中午12時以前出發 為了輸導車流量 國五北向28號下午2點到晚上9點 實施高承載管制 國一蒲岩及國三西濱北向入口 早上7點到午夜12點 家道封閉 民眾上路前 記得多留意1968路況資訊 避免卡在車陣當中進退不得 記者林醫生 呂一傑綜合報導